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赢你 虽然你今天中枪是因为救人 但我今天终于赢了你一次 我教的吧 梁绍外套的标记 用的是能发光的磷粉 容电滴 活性高 可以在夜间定位目标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训练时教我的技巧 也从没有停止过训练 非常好 那我想问问你 能不能在我的世界里消失呢 这话我想问问你 我们两个啊 都一样固执 那这一枪满意吗 我骗你一次 你打我一枪 我们两个呢 算扯平了 如果再有下次的话 我绝对不会给你逃生的机会 否则呢 否则我就请你吃几天的牢饭 一个被警察抓过的杀手 还有人信吗 还有人信吗 快 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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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考虑怎么样 步怎么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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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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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一颗红色子弹 快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的子弹呢 怎么不见了 我的子弹呢 又是那个心跳 难道他来了 好 不是 又是好了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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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Ha 干啥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昨晚梦游啊 应要闯进来睡在我床上 还拉着我的手不放呢 梦游 我昨天明明在手持照片 我 我好像是有听到什么声音 是我在这里睡觉 听到外面有声音 然后你呢 就这样 你就硬闯进来 死都要睡在我床上 我赶也赶不走啊 就半醒状态下 做一些无意识的行为 是典型的梦游症的症状 中途呢 很难被唤醒的 如果强行打断的话 就会导致 认知障碍 我就怕你那个孔穴症没治好 又来一个精神分裂 我只能让你睡了 对 对不起啊 我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吗 没有 我听说梦游的人 有时候会打人 还会杀人的 你一个小姑娘 你一个小姑娘 能干什么呢 就当我陪你睡了一晚 我吃亏好了 你 你吃亏 我没做什么 走了 我吃亏了 照片呢 还让不让人睡啊 怎么了 哎呦 灵浩 你可醒了 你快给我吃吃吧 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了 拉了一宿的肚子呀 这诊所里的所有的痣 都让我用光了 完了 那 这 不痛吗 都痛 我只流血 就这屋子痴最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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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哎呦 哎呦 不行了 哎呦 哎呦 何熙熙 你是在耍我吗 啊 是你出的主意吧 是你把照片 给诊所的那个医生看的对吧 是你说保证万无一失 肯定能出结果的对不对 林浩说 死亡原因是空心针 梁少秋确实很有嫌疑 嫌疑 我要的是证据 证据呢 照片呢 让你守个照片你都守不住 你做事动点脑子行不行啊 长个脑袋就为了嫌你个儿高啊 何欣欣我告诉你 我当时可是看在 你一枪差点被人打死 还有你在医院 哄你哥哭得那么凶的份上 我才让你进我的队 我才让你进我的队 可你做了什么呀 鬼哥 这次确实是我失职 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弥补 怎么弥补 卿成德买了全华城的头版头条 把悬赏翻了一倍 点名要梁少秋的人头啊 这叫什么呀 这是给我们公开的叫板 我们连夜申请了逮捕令 但是现在证据没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打脸 对不起 鬼哥 对不起 下次不会这样了 没有下次了 你被停职了 你不用跟这个案子了 好好回家想想 反省一下 你到底适不适合当一个警察 鬼哥 鬼哥 不好意思啊 局长 之前一直跟你手下的人作对 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 希望局长不要太介意才好 梁绍是做大事情的人 说这些就见外了 之前也是我手下不对 以后我会让手下负责保护你 保证我们的合作能顺利进行 原来子丹在她这儿啊 暂时停止而已 别不害羡 正好休息一下 我把你的孔学症治一治 梁昊 我是不是特别不适合做警察 孔学症还没治好 现在又开始梦游 会不会真像你说的那样 又开始得妄想症 精神病啊 来 走吧 干嘛 治病 那儿我 tempor 我 dachte 我 од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给你示范一下 老吴 你个王八蛋 天下间 最抠门的老板 饭也吃不好 觉也睡不好 还苛扣我的工资 害我治病还倒铁钱 你就是个王八蛋 舒服了 到你了 无聊 哎哎哎 回来回来 别管别人的眼光 就是要你 释放一下你的不满跟压力 无人要 大声点 无人要 你就是抠门 有钱不买卫生纸 还回我的照片 还有鬼哥 自私 所有功劳都自己夺了 把过去全摔在我们身上 还有火车上那个人 别再让我碰到你 不然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那人那么讨厌吗 非常讨厌 那个人就是王八蛋 哎呀 来来来 下一个吧 下一个 走走走 快走 快快快 快快 全湿了 第一次看你这么巧 露汤鸡似的 你还笑我 你不是也一样 快洗个澡浑身衣服 不然感冒了 我卧室的柜子里 有我哥的衣服 你换上吧 好好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明 我穿了 你是谁 这是问我 不是 干嘛呢 我在找我的调料跑到哪儿去了 这是你家 还是我家呢 别别别 还是我坐吧 你出去等 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今天你被停职了很不开心 但我不只想做你的医生 我还想好好保护你 别再碰梁少秋的案子了 这次真的很危险 喂 何金仙 现在立刻马上 收拾你的东西来梁少秋家 鬼哥 怎么了 梁少秋这个小鹏蛋 借着谢成德公开悬赏的事 要挟我们 向警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现在局长命令我们贴身保护 务必保证梁少安全 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鬼哥 是不是给何警官打电话呢 我们要开一个变装态队 杀手们一定蠢蠢欲动了 我们好胖胖啊 梁少 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 千万别迟到 何警官 兔女郎喜不喜欢啊 各种尾巴和耳朵都帮你准备好 随便你挑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人家现在清点 让你过来 才能放过他家 你的停职被取消了 赶紧过来吧 怎么了 林浩 林浩 我复职了 林浩 我就说你会给我带来好运吧 我之前差点就放弃当警察了 我现在去换衣服 然后去梁少秋家和鬼哥会合啊 你做的菜我可能吃不上了 一会儿走的时候 记得给我锁门啊 我 不是 这个停职 太儿戏了吧 一会儿派对 我期待你的表现哦 你先出去一下 好的 梁少 你什么意思 梁少一回来 就闹出悬赏这么大的事 听说你的医生也走了 你爸让我过来看看你 果然 药也停了 我爸那个老顽固 他在湘江待了那么多年 才赚了几个钱 我只不过拿了他五十万 他在花城三年就翻了十倍 我能做到今天 全比脑子好用 他竟然说我脑子有病 我看他脑子才有病 你那十倍怎么来的 我还不清楚 每一次你出了事 要不是我帮你收拾 你爸能让你留在花城闹到现在吗 庄宇哥 现在青帮这么大的产业都被我收了 难道对庄宇哥的商会没有半点好处吗 庄宇哥你是最了解我的 我收青帮不是为了赚钱 就只是觉得好玩 所以 我不在花城的时候 还不是你说了算了 到时候你想要多少 你就拿多少 青帮跟你之前玩过的那些帮会不一样 每一个大佬都赌过命 你要是还拿你之前那套来应付的话 除了加重你的病情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我只警告你一句 想继续留下来 必须接受治疗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病 庄宇 就算你再有钱 你也控制不了全世界的医生 你叫来一个 我就玩死一个 我看你到底能弄多少医生来 有没有病 你说了不算 医生说了才算 他手受伤了 帮他包扎一下 儿子 你怎么来了 来要生日礼物 来 拿着 好 知道了 进 庄先生 这些都是被梁绍折腾走的医生 加起来已经快二十个了 最近谢成德还登报加倍宣伤 别说梁绍这么折腾 就算他不闹 整个青山医院也没一个医生敢去了呀 要不我们请几个外地医生去试试 我考虑一下 出去吧 是 又怎么了 庄先生 听说你找医生 你看我怎么样 我会用医生的身份接近他 寻找他的游戏规则和罪证 还可以保护何欣欣的安全 那其他的交给你们 好 我好 你来得正好 有人突袭 有人吗 林昊 你怎么在这 我刚差点一枪把你崩了 大哥大哥 别别别 梁绍安排的演员 演技也太烂了吧 那天在俱乐部 你挡酒扫我的信了 今天我为我的私人医生 开个欢迎会 你用来拆我的弹 你是存心跟我叫板的 欢迎会是给我开的 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配合演出 梁绍你好 我就是你的医生 你就是医生 那你有什么本事啊 能治什么病啊 你看 刚好呢 我有一个病人在 他呢 有严重的梦游症 他之前啊 为了抓一个罪犯 导致了有心理阴影 天天都梦游 要抓人 那天我跟他去俱乐部 就是怕伤到你们 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治好了吗 呃 呃 算是治好了 但还有一点点麻烦 他现在呢 不去梦游抓人了 他对我这个医生呢 产生了感情 所以呢 天天梦游来找我 这个我也得负责吧 是不是 你也知道 女病人呢 就是有一点点麻烦 哦 那看来你办法 倒是挺多的 那你说说看 你来我这儿 准备了什么治疗方案呢 梁绍呢 是心里有困扰 我看吧 梁绍安排的保镖也太多了 这样太压抑了 你怎么能有愉快的心情呢 哎 还有还有 你们的衣服颜色 哎呦喂 太深了 看得眼睛都累 怎么能有愉快的心情呢 明天 全部换掉 啊 穿个红啊 黄啊 绿啊 彩色就行 对了 最重要的是笑 心里困扰呢 疑输不疑赌啊 你看 要放松 解放天性 别天天地把那些什么 吃药啊 看病的话 放在嘴边 哦 你喜欢玩的话 我陪你玩到底 有刺客 不是 不是 起来 放开 放开我 小心点 走 放开 走 老实点 两少 谢成德对你的悬赏已经翻倍了 到处都是这种亡命之徒 你现在情况很危险 我不建议你 接受林皓的治疗 你也不能撤掉安保措施 更不能带着这帮没有底细的人 到处乱玩乱逛 不对不对不对 这些保镖呢 底细都不清不楚的 嗯 嗯 我觉得 把他们统统撤掉 哎 留他一个就好了 林皓 嗯 你怎么把所有保镖都撤走了 来这座医生也不说一声 梁绍是有钱 但你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吧 我不支开他的人 你怎么查梁绍呢 哎 这一次呢 我来治病 赚钱 你呢 就是来查梁绍的 刚好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外面多少杀手 想要梁绍的命 你别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你是警察 你可以保护我吗 你少忽悠我 你自己想挣钱 跟我可没有关系 还有 你为什么跟梁绍说我喜欢你啊 不是解释上一次俱乐部的误会吗 你看啊 女病人对医生产生了感情 这很正常 如果医生对女病人产生了感情 就显得我不专业啊 她怎么会让我来治病呢 那这样就不会用我了 哎 不如这样 下一次再有合作的话 换我喜欢你好不好 谁要跟你合作 这是杀人啊 你一个医生能帮什么忙 哎 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 停 干嘛 停一下就知道了 啊 等我啊 怎么回事啊 刘医生说过来给您做身体检查 啊 没事没事 非常时期嘛 紧身一点是好的 医生也不例外 来看看 哦 进来吧 请 哎 麻烦把马甲解开一下 林医生是从吴家诊所来的吧 嗯 我听说了你不少事迹 有人在九环山摔得半死 你用了十五分钟就给救回来了 还有花城吃饭 在城里闹了那么久 你两下就给中复了 还记了他们的毒语 哦 还有庄宇哥家的弟弟 听说你从毒贩手里把他救出来之后 他连家都不回了 就要留在诊所里跟你学医 梁绍查得很仔细啊 来 深呼吸 啊 非常好 林医生 你本事这么大 为什么要留在那个快要倒闭的 吴家诊所里面 啊 就本来呢 我在国外的诊所里面 但是呢 出了点事 所以啊 执照被吊胶了 现在只能在破诊所里面 混口饭吃 非常好 身体健康 等一下 林医生之前出事的那家医院 在哪儿啊 德国 圣医德宝 怎么样 林浩 挺会忽悠人的 吊销执照 圣医德宝 还德国回来的 说句德语 听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闭嘴 梁绍那个性格 我不说得夸张一点 他怎么能相信我 让我支持他呢 梁绍 人马上就到了 跟他直接进来 在房间等我 我先去洗个澡 是 梁绍 梁绍 别说你这还 你听 我记录 梁绍 梁绍 你这么久不约我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是个女的 梁绍 你把我叫过来 梁绍 怎么一直不理我 一直看着他呀 梁绍 梁绍 你怎么抱着他不抱我呀 他会唱歌 我也会唱 他会跳舞 他穿着衣服跳舞 有什么意思 我还可以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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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听 你 你 梁绍 梁绍 这么晚让我过来 就是为了 让我陪你看 一晚上八一盒吗 让我看看 他是什么好东西 别碰他 听什么呢 有什么 嘘 八一盒 听 我 我警告过你 不允许碰我的东西 别以为你上次随便动我不知道 今天叫你过来 就是想让你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 今晚就跪在这儿吧 今晚就跪在这儿吧 Chan 梁绍 好 这么早啊 林医生的治疗方式 真是特别啊 不过我不喜欢 是吧 昨晚又蒙游了 理解 理解 那你们赶紧收拾一下 我带你们去一个 特别有趣的地方 你不是说过 要陪我好好玩的吗 今天就带你们玩长大的 好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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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 别动 青帮名下所有的产业 都已经归到我们三合会旗下了 你们赌场占了这么好的位置 却经营的一套 还真是暴天天物 账本呢 拿出来让我看看 你们都在干些什么 谢老大死因不明 你就想来趁火打劫抢账本 我告诉你 谢老大的事没算清 我管你有没有合约 谁他妈的想做新老大 得先尾一下我们这帮兄弟手里的枪 怎么跟俩上说话呢 大家别 别紧张啊 和气生财嘛 不就选老大嘛 都 都在赌场里是不是 为什么不用赌场的规矩呢 让他玩 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个医生还挺有意思的 让他玩 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个医生还挺有意思的 你喜欢的 金刚先生 这个应该会啊 是你先来 还是我先来的 就你这样的 想跟我玩这个 老子的命 可是玩过多少回的 你 到你了 到你了 我没有金刚先生那么厉害 就一个医生而已 但是我可以告诉金刚先生 怎样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手一定要稳不要迟疑 手术当中出现状况 该冒险的就要冒险 手术当中出现状况 手术出现意外 一定要保持淡定 别让病人担心 好 好 那现在 谁吃老的 会儿不得你喜欢的 我也喜欢的 现在是你们老大要看账本 现在是你们老大要看账本 还不赶紧拿出来 刚才干嘛呢 吓死人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又不会演戏 等一下露馅吧 怎么办 林医生 你的这个女病人性格很辣呀 不过没关系 女儿都这样 怎么办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的手 别看 好多血 你必须给我抓住他 是 林医生 今天的事情我会记着的 你的手不要紧吧 如果因为这个当不成医生的话 你就跟着我混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没事 小伤而已 这种伤都搞不定 我怎么当医生啊 林浩 你手受伤了 我给你做了一点 怪我怪我 没有准备好吃的给你送上来 不过有人关心你啊 你就好好地享受一下 饭来张口的日子吧 今天的事情我会记得的 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好的好的 你手伤了 我来 你怎么 不好喝吗 不应该啊 这个是我唯一会做的鱼片招 我还做过很多次呢 烫 对 对不起啊 来 你说什么招 鱼片招 我没吃到鱼 我忘放了 没事没事 受伤了嘛 吃得清淡点好 继续继续 好 今天晚上我带在这儿 你来听 我来请 嗯 好 庄云哥 看来你还挺担心我的 这么快就把你给惊动了 关心病人是应该的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爸就很难继续合作下去了 我没事 不过呢 我还是要好好地感谢一下 你替我请的那个私人医生 他今天帮我挡了一挡 但是救了我一遍 他怎么样 要我去看看吧 别去了 何警官见他受了伤 非常着急 现在正在他的房间 照顾他呢 别看何警官 平时很严肃 但是天天晚上 都往林医生的房间跑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可能是知道